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跟在地的農民一樣 都是在三小市裡 是對人家家裡的 還有這一個一公子 香氣農業的黑道道友 六十年來 都準照顧法下去劇作 當時我們的主人法家 再加上秋冬、茶燒慢慢做 現在傳統秋冬、茶燒的做法 已經慢慢越來越少了 我們要記起這個黑道道道友 因為這不只粉飲的香氣 結果是代表台灣道友的氣味 這裡有一堂一堂香氣十多的黑道道友 六十年來 準照顧法的製作 秋冬、茶燒萬空 這種氣味在台灣已經越來越少了 但是在粉飲要有一堆年輕人 為了這個老豬米 繼續在團成、繼續努力 這是因為我們粉飲的氣味 也是健康代表我們台灣道友的香氣 阿靖,很早 很早 很早在這裡沒用什麼 今天我們在做道友裡面 其中一個製程 叫做輪槓 輪槓 輪槓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把裡面的豆油摺 把它割在外面旁邊這裡 你中間炒一堂這個 對 剩一堂一堂一堂 就是我們炒完之後 它豆油摺會從中把它攪拌 攪拌完之後 我們要為了它攪拌 攪拌 攪拌喔 我們就是要把它攪拌 都固定一個時間 就是這樣攪拌 讓那個醬摺和豆子 對… 它可以攪拌 攪拌 對… 為何要攪拌一遍 我們這個 可能… 如果我們要出館 摺和豆油 可能兩、三小時 就要來用一次 兩、三小時 對… 你不是每天攪拌就好嗎 對,每天都要攪拌 如果在出館時 兩、三小時就要來看一次 像我們一間 要放多久開始攪拌 像這間是大概19個月的時間 已經19個月 對… 好,你要攪拌嗎 好,給你攪拌 攪拌一點 攪拌一點 你要攪拌嗎 對,攪拌 我想說有湯匙 來… 攪拌到外面 對… 當然是我們做一個輪槓的動作 所以這個步驟叫輪槓 對… 快… 在熟香味之中 要結出煮香是最難的部分 除了愛外國 最終的一頭以外 在抵折的容器 更加重要 我們之前 這次一人一人的工 可以分成三個年代 每一人的氣味 都不太一樣 必須要靠經驗去做調合 這裡可以做出 熟香味 既傳的醬油 我們在做醬油 不是只有一間而已 我們其實要選兩、三間 把那個味道做一個… 下去調味 對… 這個調味道也是工夫 對… 這算是塞浮工 這是經期沒辦法時代 人家的豬槍也都要靠這些塞浮 下去調 我們在釀灶 有分搭和搭水 搭和搭水的氣味完全不一樣 這算搭和搭水 這是搭水的 搭水的味道 搭水的味道 比較像外國的醬油味 搭的有一個我們說的醬工味 有一個特別的醬油味 那算是比較重的嗎 那算是比較重的 所以我們在煮醬油時 是兩道合作為煮 了解 對… 這真的也需要經營來團成 是 本來的立法很成功 最適合用古早法來做醬油 吃的每一項都需要常常來搭水 開起來看他發展的狀況 有時候空氣裡面的雜菌、液氫 都要用鮮膏的部分清掉 鴨會混激烏豆三成岩基層 其中獨立物質的澎湖素育 這就是上天然的古早味醬油 那我們從一顆黑豆到一罐醬油 我們要經歷過十六道的製程 那經歷過的時間 可能會從半年到超過一年都有可能 從最一開始的製渠這個部分 其實算是我們醬油製程裡面 算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塊 如果製渠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後面就不會有好的醬油的味道 但是你這邊好了之後 我們再往下繼續做後續的 下翁的熟成釀造 到柴燒 然後最後到熬煮、沖田 這個每個步驟 特別是在下翁的管理這一塊 也都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在這個狀態 如果有雜菌入侵的話 其實也會有異味產生 減肩建築采用國山、開機界 努力的黑豆來製作 先利用蒸鍋 將黑豆蒸熟後 吃到放涼 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這跟整個醬油的風味有關係 用高品質的海鹽 跟獨家的炒米粉 以及日本的咖哭來精心調和 將咖哭跟黑豆混合 確定每一顆黑豆都平均 難得比較睡 用當年累積的經驗 去單台黑豆的變化 溫度、濕度、大小 速度的變化都不一樣 單台的時間也不一樣 一個比較睡覺發覺之後 睡覺的步驟每一顆黑豆 定的出黏黏、黏黏、很漂亮的香 幫助食生之後的香氣和食水 這也是一種醬油好氣味的開始 跟一般用蒸氣加溫的風格不一樣 用秋冬茶燒的風格 萬港文匯 慢慢控制出古代的風格 隨時就要蒸到適當的火鍋 單台的豆油煮滾了後 還會慢慢用醬油的角度消耗 16度的鋼酥很長又很複雜 一定要准夾高法 才能做出這種好劈性的頂級豆油 阿鄭 是 我不知道做豆油還要用茶燒嗎 對 我只是說平日就不會 沒有,因為我們以前的暗鏡 我們把牠拉起來之後 我們還要把牠拉起來 大招 慢慢嚇 嚇到滾之後 牠的表面 牠會好像有泡 喔,流下去有泡 對 對牠的弧度這樣拉 拉一下 對… 你看牠的顏色 就是琥珀色接近紅褐色這樣 喔… 對 所以說 我們豆油的顏色 沒有… 黑中帶紅 對… 不能說因為看我們色澤 來判斷 不是只看色 對,不是只看色 要試味 還有它的香氣 其實說起來 還有很多細節的部分 這都要經驗 對,都要經驗 這怎麼每一個工廠都是技術 都是經驗 對… 真的不簡單 對 其實做醬油 我覺得不能講辛苦 我覺得是每一天重複的那個 一直重複那個工作 讓你覺得會疲勞 會疲乏 所以你必須要想一些方式 讓這個工作變有趣 那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 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為醬油 你所使用的醬油 然後讓你的菜色 有不一樣的風味 其實這件事情 也會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客人的回饋 也是我們持續在這個產業 然後有熱情有動力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契機 台灣醬油是一個非常有獨特性的 一種醬料 它可以很代表我們台灣的飲食文化 我也覺得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希望讓黑豆醬油可以代表台灣 大湯好撇 醬油不累 這是阿正自己研發出來的独門口味 用兩瓶 菇涼 香草 糖 硬硬的實材 還可以參與香濃的葡萄 最重要的是加熱頂級的好撇豆油 既然完成後 就可以塞進去烤土 烤好的葡萄 放進去冰箱 好涼 最後表面再加一份糖 用大火和糖 烤至少許大香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會把醬油跟西式的 像奶油 鮮奶油和起司做結合 那也會加到甜點裡面 醬油不累 那這個的話 其實在很多的發式甜點裡面 都會加海鹽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加醬油的部分的話 它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那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在嘗試 想要讓大家知道 原來醬油也可以這樣子應用 加以料理上 常常去用藥牆去國庭 做特色的香味料理 但是在記在中最懷念的起味 就是媽媽同門的醬油炒飯 使用滷水味 多更賣 水拿蚵味來製作 口感豐富又有贊助 我們在表面上蒸 上烏味加一些醬油 這樣可以烹調香氣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這樣蒸的時候 就是蒸到一些醬油炒 這樣就可以了 好,要來處理豆油的… 豆油的布荔 對 豆油的土鍋 剛才說我們很熟悉的那種點心味 是 用芙蓮味 因為你還加醬油 對 加一些蚵豆香味 起味還加一味 因為豆油的鹹 還會這個甜點皮的香氣更濃 參加醬油的布荔 吃起來加一個蚵豆香 醬油的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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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好撲醬油的甜點 在嘴裡拆開 香氣 漂亮 非常特別的醬油 吃到一遍 就很難放不去 我們做的蒸到表面這樣 削一下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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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可以… 我應該有料理 來… 差不多可以加醬油 好,醬油 醬油 香氣出來了 不用加很多蚵子 這樣就減少了 它在香氣出來了 對… 有朋友的香氣嗎 香氣 很香 像我們這樣做的 我經常喝過 回家到古香 這就是… 我們是在地的國際性 造成的 對… 也希望我們外面看得到好 可以跟… 對 介紹在地的鄉親 知道我們的東西 可能性很多 對 變化性很多 對 不要這樣流水 快點 香…來… 來… 真的有夠香 讚… 阿丁,你的江湖很好 我們剛才用了 把芥末油加進去煎 加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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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醬油後 我們來加醬油 加醬油和醬油 對,來試試看 很讚 很讚 其實就是… 我也是想用簡單的食材 這算是一種創意的料理 對… 因為我們家裡就是油炒炒的這樣而已 對,一般的沙拉油 辣辣的炒炒的 對… 放一些蒜頭 對… 你這個方向 保留食材本身的煎滴 還有醬油 還有醬油 有醬油 醬油真的是靈魂 謝謝… 像我就是… 我們人家說的 在地國際化的一齣料理 來 唯一瓶黑豆 到一罐醬油 一直到醬油入菜 做成2點 世代團成下來的 做醬美食 其他可以為這個世界 加添一些香氣 老氣味 新風貌 不改變的是 對土地熱情的初心 這個雲林不只醬油 還有很多老氣味 繼續在團成 堅持再出發